我现在的位置是二宾堡军营机场 机务人员正在紧张进行直升机弹药抓天工作 那么稍后 这些直升机将飞复射击空域 开展对地突击演练 十余架满载弹药的直升机按照战斗编组 飞向数百公里外的战场 武装直升机的主战场在低空 然而目标空域所处山区云雾蒙蒙 这对飞行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气象条件达不到预期 加上直升机载重比较大 进入目标空域后 我们要充分利用地形地貌 实施超级空隐蔽租房 以摧毁敌方要害目标 这对我们飞行员的操纵能力 和实施攻击时的攀论决心 带来全面的考验 降低飞行高度 搜索锁定目标 双击编队快速突防 顺利完成对数公里外目标的覆盖打击 打了就撤 是武装直升机常用战术 但在这次训练中 飞行员一次进入 使用不同武器进行两次攻击 这让飞行员的操作和攻击航线规划 都变得更加复杂 根据目标属性选择相应武器 在不同距离对不同目标实施摧毁 可有效提升打击效率 整个过程中 武器的快速切换和机组的默契配合 至关重要 首轮攻击结束后 编队返场补充油料和弹药 20分钟后 飞行员驾驶直升机再次升空 继续对目标区进行打击 高强度的连续攻击 加上复杂的气象环境 心理难免会有压力 不过我们从起飞到低空突防 抢占射击位置等环节 都做了预想 对战场的控制感知能力 和临战的清理素质 得到了有效提升 在此次实弹射击中 我们主要探索 一次进入多次打击的训练方法 验证各型武装直升机 使用不同弹药 在不同距离上的打击精度 和毁伤效果 真正做到先发现 先攻击 先摧毁 提升直升机 在未来战场上的生存能力